日本航空公司說,該公司訂購了31架A350寬體客機 這個交易將會對美國波音公司在日本民航業的主導地位形成挑戰 日航星期一表示,該公司簽署了以95億美元購買31架空中巴士A350客機的協議 並保留寧行購買25架的選擇 這個將會是日航首次購買空中巴士客機 預計這批客機將會在2019年開始服務,替代老舊的波音機隊 工業專家說,由於波音退遲交付新型的787夢幻客機 以及今年1月夢幻客機由於電池問題而不能起飛 外界對波音能否按時交付這種客機,產生疑問 日航競爭對手全日空公司也在研究以空中巴士替代波音客機的可行性 在 prot piş旁 觀點 旁為自意見 旁為自意見 旁為北線 旁為知名 旁為自意見 旁為 key 旁為自意見 旁為自意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